大山又来上课了 这次在不脱离游戏的情况下 给我的粉丝和各位家长们讲一讲 关于对游戏的看法 在凌晨2点26分 我看到了一则新闻 和男的一位单亲妈妈怒打了一位孩子 原因是这位小朋友在游戏中充值到五万锅 当然了打人是不对的 但他哭着说道 这日子怎么过啊 这五万元可能是他家唯一的积蓄 还有债务要还 当这位妈妈打完孩子 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可惜而知 这位妈妈也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 而在这种极度崩溃的情况下 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我们也能理解 更能理解一位单亲家庭 拉扯孩子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当我翻了翻这条新闻的评论 一条高达两万赞的评论 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是这样说的 希望国家可以制止游戏 真的太太远了 这条评论肯定是来自一位高妈妈的观点 有80%的家长认为 成绩下滑和玩游戏有关 那么此刻我站在小朋友的角度 讲出几句公道话 所有的东西 有利也有弊 游戏并非只会害人 也有利的一面 那么就要看你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 如何正确地去引导孩子 而不是一味地控制孩子的想法 有很多家长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 就是把手机丢给孩子 把手机丢给他 爱怎么玩怎么玩 我现在比较忙 等发生了事情 在指责自己的孩子 那么这个时候 应该在自身找找原因了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 当时没有什么游戏 都是敲街坊邻居的门 找其他小伙伴去玩 那个时候的童年 比现在玩游戏还要快乐 随着时代发展 大家都住上了小区 又或者搬到了新疆 很难出去找其他小伙伴玩 就算出去玩 能玩什么呢 观光公园 打打篮球 但我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自己都不知道 还有什么可以玩的 再加上外面的车也多了 哪位家长放心自己的孩子 出去玩呢 所以也只能在家 和同伴同学 打打游戏 有很多家长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来思考问题 却疏忽了孩子的想法和教导 因为有很多东西 不是老师才能完成的 还需要家长配合 父母才是孩子们最好的人生导师 这根本不是禁止游戏 就能解决的问题 一旦游戏禁止 就会面临更多的产业破产 解决的方式也有很多 比如在家长的陪同下玩游戏 也不会发生类似问题 有时间多陪陪自己的孩子 带他走一走 转一转 不要当自己的孩子长大时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 只是游戏 还记得父母给他的唯一快乐 在这里也希望我的粉丝 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也能成为你们回忆的一部分 我是大山 姐说的不仅仅是游戏